我曾經有個比喻 我說投的還可以啦 但剛好手背不好 那手背不好 中立投手遇到了亂流 那下場這個換下來有時候也是常態 先講一下賴清德院長喔 我原來的想法在第一時刻喔 敗選的時刻 我是建議總統說 那麼其實賴清德院長 在這個決策的思維上 那麼已經做出了相當的這個成績啦 比方說這個五缺的問題 來振興解決五缺 振興經濟 那提高投資的意願 這個是有成效的 所以我們在地方政府 都明確的感受到 這個企業界喔 知道政府這個方向是 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所以他們包括台商回流 他們也知道說 我們的政府喔 願意在這些問題上來協助 那第二個像這個地方創生 簡單的講是要縮短城鄉差距 賴清德也特別注重到 這個農村型的 六都以外的縣市 他公務員的資等啊 他地方的這個財政啊等等 那他任內執行的這些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那慢慢的成果也會展現 那包括像 社會住宅的新建計畫 那在賴清德院長任內 進度又比林犬院長又來的更快 那當然 我覺得執政的成果是會慢慢浮現的 所以原來我第一時間的看法是 這個 賴清德院長留任 內閣全面改組 那後來的發展不是這樣子 因為賴院長的個性喔 他也有他這個 他的堅持啊 因為他的個性就是 這個 對土地很有感情 對工作責任心很重 所以他覺得他當中級投手 這個 這個 表現不好 他就應該換人 那 我曾經有個比喻啊 我說投的還可以啦 但剛好手背不好 那手背不好 中級投手遇到了亂流 那 下場 這個 換下來有時候也是常態 又很 很棒的中級投手也有時候會被換下來 因為那個當時是一個很複雜的情況 就是說 留下來被說戀戰 不複 沒有擔起責任 那要走 說是跳船要切割 那這個走或不走都被 做很很複雜的政治解讀 甚至對 形象 喔 都有所傷害 那這個是對賴清德非常不公平 不過從那個 這個後來發展的脈絡來看 他要在什麼時間點做什麼決定 他希望保留一個 這個自主權 所以希望沒有人要 可以代表他去表達 那我覺得他應該是 做了很充分的考慮了 在他心裡面應該也有答案的 但是 這個部分我就是說尊重賴清德院長 以及總統的決定 都沒有人要過 你不是要問我 我可以代表你 我可以代表你 想要知道 過了 這個比賽